那新加坡的医疗费用呢 我是觉得说它是很 从现在我在这边工作13年到现在 这个医疗费用怎么样分担这些呢 我是觉得是它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欢迎大家来到频道 第一的视频呢也是收到了很多观众朋友的留言 给我一些怎么样分享内容的一些建议 我们就回答你们 你们的要求 就一定会得到满足的 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的这个医疗系统 还有它现在为什么呢 会有一些医疗人员或者医生或者是专家 还有研究人员或者医护人员呢 愿意来到新加坡工作 医护人员呢可能是我们要另外再说 因为现在呢医护人员的这个缺少呢 是全球都有的 所以呢这个问题呢也许我们可以再用另外一个视频呢再讲 那我就现在先讲讲它的整个这个新加坡的医疗系统 还有专家这个系统 还有对医生还有病人应该看什么样子的磕或者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除了做视频之后呢 我也是一个脊椎矫正医师 我也是一个chiropractor 那在我在这个医疗 整个医疗的大环境呢 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呢 新加坡的医疗呢 它跟西方的医疗呢 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也许有一些观众呢 你是在中国生活了一段时间 或者你是从中国来的 为什么这边的医疗分的那么细 就说我一定 我今天来看 我就去进了医院 我就立刻我要看专科 我就可以看专科 我就一天一天 一天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完 为什么新加坡的这个步骤这么多 那我就为大家解释一下 用我对这个医疗设施 整个整个大环境的 这个我自己的理解呢 为大家解释一下 那我觉得是还是比较make sense 就是比较有逻辑在里面 我作为一个医疗人员的话呢 我们最最担心和是最最 就是让我们最头痛的问题呢 就是病人太多 可能诊所或者是医院呢 没有办法都cope这个问题 新加坡的医疗呢 他就想帮设法呢 就是有一个可能一种方法呢 让不要所有的人呢 都向 都向这个医院里面来涌进来 新加坡有很多的 我们叫做private practice 和private clinic 就很多私人的诊所 和私人的一些医疗措施呢 在外面可以带在身上 他就是不想让所有的人呢 都往医院里面来来用 咳嗽感冒这种比较小的一点病呢 大家都往医院里面用 那这个呢 就跟中国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国的话 它是除非你是比较大的一些机关呢 它是不允许你有这个私人诊所和私人的 那除非你是很大那样子的话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私人医 不能说是医院吧 那样子 就是private practice private clinic 在中国是非常少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觉得呢 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在新加坡呢 它会有一个 不管是你是医 就什么样的医生 就像我一样 我是一个急剧矫正医生 我呢 也要去 跟这个保险公司 去买所谓的 mal practice insurance 就是如果呢 在我们在manage 治疗医生 治疗病人的当中 病人如果出了什么问题 要告医生的话呢 这时候呢 这个保险公司呢 就会介入了 这个的话 在新加坡呢 是只要你是医生呢 有些是一定要买的 有些呢 是他鼓励你去买的 像我做急剧矫正医生呢 我们是一定要去买的 最后的时候 这个病人呢 是有权利是告 你的医生 还有你的如果有医疗纠纷上面的话呢 这个病人呢 是可以有这个走法律程序呢 去诉讼 所谓的诉讼你的医生 或者是你当时在的这些 这些clinic 保险公司 作为第三方呢 在解决这种 就是医患医中间发生了问题 但是在中国呢 就没有这个mal practice insurance 因为中国的所有的医院呢 它都是政府的 You cannot sue the government 政府的皮肤下面呢 它就没有这个mal practice insurance 有好有坏 那有好的话呢 可能是因为政府 它的这些资源 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医疗中医生啊 或者是医护人员呢 他们可能会得到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支持 有医患这种医疗事故的事情发生的话呢 那就没有第三方可以证明 就没有这个法律的 这个程序呢 可以给病人 为他们维权 那这个呢 就是跟西方国家 是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在美国 欧洲国家 澳大利亚 西亚 或美国以前工作的香港呢 都是有的 都是都会有这个mal practice insurance 如果你觉得你的医生 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本质的话 你如果这个病人呢 是有权利去上述他的医生的 是新加坡呢 可能跟其他国家一个 就是其他亚洲 东南亚这种亚洲国家 可能有点不同 那第二的话呢 是新加坡的医疗 它是分得非常细的 比如说像我这一行 我是caripatite 我是做脊椎矫症 那我呢 在我的可以做的这个病毒 它就是显得好 吃得很清楚的 而且呢 都是根据这个市户 就是WHO市户 市户的规定呢 而定下来的 可能给医生看病 给病人开药 我也不可能去做手术 这种东西 它是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physiotherapist 就是物理治疗师呢 那物理治疗师呢 它是专门的被给病人 这个恢复他们的肌肉啊 或者是尤其是那种 刚刚做完手术的那些病人呢 那他可能就是会需要物理治疗师的帮助会更多一点 因为物理治疗师呢 可以帮助恢复他的肌肉 那我们又跟TCN 就是中医又什么不一样呢 那中医的话呢 它是我们所谓的Eastern Medicine 就是说东方的一种医疗 其实他就会看到你的气 然后会用一些比如说中药啊 给你做一个调理这样子 在你可以看到的时候 在这个整个新加坡的医疗中呢 每一个人该做什么东西呢 他都是分得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当一个病人 比如说他是急诊呢 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来到了医院 Triage之后 给当时值班的医生 可能会觉得说 也许你是RB猴科会 然后呢 你会再去等这个RB猴科 除非是Emergency 你那当天呢 可能可以看到你的专家 有专家 但是如果你那天 不是你那天 你所经历的这个问题呢 不是紧急情况的话呢 那就可以再 就做outpatient的这样子的方法 再可以follow up with a specialist 他是这样的 这是跟美国的 还有可能欧洲很多的国家呢 是一样的 他呢 他最终这个医疗体系 他这样一个设计呢 就是为了说将来 就是可以呢 让医护人员和这个病人呢 中间呢都会有一个平衡 因为他一定要避免那种 很多很多的人 涌进医院 然后在医院里面呢 超负荷的这种运作呢 就反而把一些 真的很需要急救 或者真的是很critical care 这些病人呢 他们的这个康复 或他们的需要的帮助呢 而持延了 这是为什么会有一个 这样子的系统 我们就说到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也知道 新加坡这个老龄 老龄人群呢 是越来越多 那老龄人群呢 他们所经历会有可能 比如说critical illness long-term illness 就会越来越多 现在新加坡的医疗呢 就要准备 将来在五到十到十五年呢 这一群乐龄人员呢 他们进来医院之后 我意愿要怎么样 用他现有的这些资源 去照顾这一群人 这群人的需要呢 其实是这样子 他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是他一过 如果没有办法乘出的话呢 他就会spill over 其实这种现象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呢 可以呢 回去看我们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是我跟我的一个嘉宾 我们有讨论到这种 就是乐龄人员 他们会需要女佣啊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把 很多的女佣的这些资源呢 就会拿走 反而那些真正需要女佣 比如说是 可能是家里面 有小孩子需要女佣的呢 他们呢 可能就找不到 他们想要的女佣 反而呢 大部分的女佣呢 都去照顾在这个老年人 将来要怎么样 让政府怎么样 就是设计这个医疗系统呢 这样子的话 这些大家都可以呢 可以平均分摊 这个医院和医护 还有这个护理 这方面的这个资源 最近有个视频 也在在说 他们会觉得说 是在新加坡的医院 会等的比较久 就是这个不成表复 那就是他复杂 就是我刚才说的一样 他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呢 在筛选这个病人 就一定要筛选到你 你这个病就需要看你这个医生了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 是我来这边的话 他等了很久都没有看到医生 是为什么呢 这也许是因为你的情况的问题 如果你真的是很紧急的情况的话 那没有问题了 你是可以立刻 立刻就可以看到医生了 演出的时候呢 李爸爸来新加坡来看我的时候 他真的很不幸 那个时候呢 他不是心脏病 反而是心梗 我们就立刻去了 那个医院的这个紧急部 就A&E Emergency room 当时有很多人 那个医生呢 他会当时的 Triage的 这医护人员 一看他的第一 他的年龄 然后看他的症状 就立刻 就不到十几分钟 就立刻给他检查 给他抽血 然后呢 就立刻了 把他转移到另外一个位置 就是说 你要看医生 看下一步 要这么做 因为之后呢 很不幸 我也生病了 而且那次生病呢 我是 生病大概有 快八个礼拜吧 我也去了 这个 就是因为 当时就咳嗽 咳得很严重 然后我觉得 我自己好像 有点呼吸 有一些问题 我就 然后也自己很晚了 我就 我也自己 我也去 去了这个A&E 而且还是跟 李爸爸当时 去的是一样的医院 那当时Triage的 这个医护人员 看到我的情况呢 那天是我等了很久 我大概在这个A&E 等了大概要 两到四个小时吧 当时Triage的 那个护士也跟我说 所以你这个情况 你可能要等 很长一段时间 你要等吗 还是你等明天 你去看门诊 因为我当时 觉得我自己 呼吸有点坏 我说我就不用了 万一 假如我真的是 呼吸有问题的话 刚好我要是躺倒的话 最好也比躺倒在医院里面 比较好吧 所以情况呢 第一 我的年龄 我的年龄不是高0 身上的氧气呢 其实是正常的 那个PARITY呢 可能就会低一点 在医院里面会等很久 这是完全是取决于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是很紧急 还是不是很紧急 你如果有钱的话 你如果有这个能力 你可以去买所谓的私人保险 那个呢可能会稍微贵一点 但是呢 私人保险呢就可以 你可以去私人医院 也许你等的时间就不会那么长 如果你的公司它的福利很好的话呢 你去看门诊呢 它也是会给你帮助的 但是你比较有这个经济能力的 你可以买这个私人保险 而这些私人保险 其实说实话不是非常贵 你如果没有能力买私人保险的话 也可以 那个你可以用CPF一部分呢 就是去买一些保险 买一些辅助的保险 那你如果没有去买私人保险的话呢 那你就要去所谓的公立医院 那公立医院的话呢 可能等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 这就是你看一次点 病人和医院这个付款的方面呢 我觉得它减少了很多很 很繁琐 很不需要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美国 如果我去看医生 哪怕我有保险 医生还要跟我的保险公司说 这个病人他需要需要什么样子的手术 或者是什么样药 你能不能给皮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医生呢 要跟保险公司要讲 很多很清楚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病人才能得到treatment 但是你想想 他有多少个病人 如果这些病人都是需要 跟保险公司教练 你想想 他真正能在看 看病人的时间是多少 他在电话上 跟保险公司聊天 在讲这个情况时间是多少 所以呢我我在美国也工作过 当时我们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整个诊所开的时间 我们都会抽出15%的时间抽出来 专门就是跟保险公司打电话 解释清楚 15%的时间 他能真的是能看病人的时间是多少呢 那可能只有85% 有时候可能80% 像是在新加坡他就不解决了 比如说是你有私人保险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的私人 卖你私人保险的那个人 他来解决 所以他就把这个责任 偷在我个保险 保险经济上 所以呢 这是有一点 跟大家说 如果你有买了私人保险的话 不是hospitalization 或者你有一个 比如说你去买AA 你去买AXA 你去买普丹收 你去买的话 如果你要去 你要去看医生或什么的话 去进入医院 你可以直接跟你的保险经济联系 然后呢 让他帮你做后面这些繁琐的东西 这就为什么你可以看到 有好多就是有一些专家 或者是有一些 这些医护他们愿意 在新加坡开自己的私人诊所 因为他至少呢 不需要再担心 这个怎么样跟保险公司 将病人轻旷 然后 而且还有一点呢 是保险公司呢 他永远永远是不会 不会很及时的付你钱的 所以呢 在美国呢 是一个很 在美国的医院呢 他的cash flow啊 就现金流啊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保险公司 从来从来不会 按时付给你钱的 所以你想想 他医院 他的运作的这个压力 要有多大 这是一点 但在新加坡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就保险公司 毕竟呢 他还是比较积极的 去compensate 但是想想 compensate 也不是compensate 你公司 也不是compensate 这个诊所 而是 病人先付 然后再付给病人 所以呢 这个诊所和医院呢 他就不会有 这个资金链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 他就可以正常的运作 你想想 如果你去一个医院 然后他资金流有问题 如果他资金流有问题的话 那时候 哦 我们今天本来是有100张床 但是我资金链有问题 我护士没有那么多 所以我只能给你50张床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 public health issue啊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掉了 我觉得这部分呢 是他就是非常 make sense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 你觉得新加坡的 医疗系统呢 还什么 什么哪些地方 还需要一些改善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好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要给我一键三连 尽量会 在以后多多少上视频 也希望你们 也给我一些建议 好吗 如果大家想来 我的诊所呢 如果你有一些 比如说关节疼痛 肌肉痛 或者是头痛 腰椎痛的一些问题呢 你也可以来到我的诊所呢 我们也可以帮助你 如果你没有疼痛的话呢 我们还有呢 二十几年 敬业的这个按摩室呢 会帮你的放松按摩呢 这样子呢 你可能身体呢 也会比较健康一点 也是比较舒适一些 好吧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请下面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